大家好,我是昆昆啊 今天看一部韩国灾难片潘多拉 故事发生在韩国福山的一个小村庄 陈兴河电站就先到了 男主是河电站的一名技术员 与青梅竹马 女友盐珠从小在村子里长大 河电站的建造运行 逐渐使贫穷的小山村富裕起来 村民们对她又爱又恨 河电站已经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这其中包括男主的哥哥与父亲 他亲眼目睹两个至今痛苦的丧生在韩国社下 因此男主一直希望能离开这里 天南河家中的母亲与女友盐珠的强烈反对 在一个深夜 无数老鼠从下水道涌了出来 朝着海边的方向奔去 随后自杀式的跳入海中 果然第二天发生了急震 地震使得核电站冷却系统的阀门出现了裂缝 核电站的控制室乱走一团 当被调走的前任所长匆匆赶回来 他告诉新所长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新所长却不以为然 出现裂缝了 鼓上就好了吗 然而因为设备免久失丘数量庞大 根本找不出到底是哪里出现的裂缝 但又浮射的冷却子 请大量泄漏 消息看到了总统府 本职总统希望立刻疏散居民 然而经济总理却提醒 如果疏散居民会导致全国恐慌 他认为现在事态并未严重 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两 总统也没啥办法 只能妥协 与此同时 核电站的冷却液泄漏 使得原子炉面的温度与压力急剧上升 看样子纷纷中就会爆炸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排气 点击压力 但如此一来 辐射门就会排放到空气中 政府开始疏散民众 已有带着男主家人准备撤离 此时的男主正被困在核电站内 他们听到原子炉即将爆炸的消息 丢下工作准备逃走 这一扇自动封闭的门 挡住了去路 容领的压力急剧上升 老部长四肢下令打开排气盘 然而在即将打开门的一瞬间 压力突然进度上升 爆炸声响出了惊静 男主在爆炸中倾存了下来 听到爆炸声的炎珠过来 小心男主 炎珠想带他一起去避难所 炎珠本门的躲开了炎珠 要来牵他的手 他知道自己身上有辐射 于是拜托炎珠带着家人 有多远跑多远 他决定进入核电站内部救人 虽然炎珠急急顺促 男主还是义无反步的冲了进去 现场的辐射指数顶着在上升 此时原子炉内的火还在轻轻燃烧 男主救助着被管道压的不能动弹的同事 随之管道突然破裂 带着辐射的冷却水很稳稳 活在男主头上 他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力 救出同事 随后昏倒在地 原子炉的温度持续上升 方黄车里的水已经用尽 但总部学家里不能用海水 因为一旦用了海水 反应堆就得全部报废 浓烟外面的城市依然一片平静 可怕的核辐射正悄悄地向他们一步步走来 与此同时 由于冷却液的不断陷入 核电站的反应炉内的水位开始降低 如果水位持续降低 非燃料棒接触到空气 那么就会发生像刚才一样的爆炸 之后会有非常恐怖的辐射量放射到空气中 到时候整个韩国都会陷入危机 新闻效应不断扩大 媒体纷纷指责政府毫无作为 全国主要城市的道路交通严重瘫痪 火车站机场也即将沦陷 新机总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搭布戒严令 但这样做又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呢 本制总统只能下令 免许使用海水灌入原子炉 大量的海水灌入原子炉 辐射数值终于开始下降 但除水槽的水位仍在下降 水槽底部有一条裂缝 冷却水正不断地流失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堵住裂缝 但冷却水有高浓度辐射 在下面堵裂缝的工作人员 坚持不了几分钟 也就是说需要有一批不要命的人 来堵这个裂缝 男主躺在临时救治下的床上 他的辐射反应越来越严重 他强忍着伤痛 叮嘱炎珠尽快连离 此时电视上播报着 总统向人民称极志愿者 填补裂缝的消息 男主问身旁的护士 大家是不是活不长了 小护士沉默地低下了头 男主与炎珠做着最后的告别 他决定当这个不要命的人 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了保护家人平安 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 没有人会进去的 男子队们集结到了核电站前 布置着各地的任务 此刻全国人民都注视着他们 对人们一提提的进入 修复工作紧张的进行着 突然水槽底部的裂缝 一股压力全部裂胎 冷却水像瀑布一样流了下来 修复作业也无法继续 正当大家绝望时 男主想了一个办法 索性把房间出入口全部堵住 停成一个蓄水池 然后把水槽炸开 这样废合燃料棒 就直接浸在蓄水池当中了 然而最需要有一个人安装炸弹 这重任自然交到了男主身上 刻不容缓 所有人员退出把出入口汗词 只剩男主一人颤抖地 安装着炸药 炸弹安装完成 他对着头皮上的摄像头 对家人做着最后的告别 甚至少 业务 业务 变尾回谈着以前蠻足业舰的对话 他说他并不是讨厌核电站 而是害怕 但是不能因为害怕就闭上眼睛 不能因为味觉就堵住耳朵 潘波拉的盒子里面 虽然有灾难和不足性 可也有希望的孩子